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读书 尤其是那些来自于经典的厚重的冗长的压抑的 几乎是靠个人的毅力读不完的大不同 今天来说一个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读书小组 我的朋友刘敏从学生时代起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熊阿姨 常用动伴的人可能都知道她 我记得她那个时候每到年底就要写一篇很长的读书报告 至少详细的盘点八九十本书 毕业以后她先后在几家国内的知名媒体工作 出手的不少有社会影响力的测稿 我发现自己年纪大了之后有一个好处 是可以完整的旁观她人如何成长 在我认识的有才华的年轻人中间 刘敏看问题和做事情尤其的严肃和较真 我不是想以老卖老 有时候一个选择摆在我面前 我常常这样猜夺 如果这么干了 像刘敏这样的年轻朋友该怎么看我 这大概叫做未有 敬畏的未 去年春节期间 我发现她也有耿耿于怀的尴尬事 那就是没有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 每一次都停留在的前沿部分 按照我的经验 这种每隔十几页就想让人放弃的阅读大山 要么是在学生时代莽撞的去翻 要么是遭遇了精神困境去翻 一个经常加班出差的北漂青年该怎么读完他呢 我也想不出办法来 而刘敏的办法是 一个人读不完 就找一群人互相看着一起来读 他在去年的春节之前发了一条朋友圈 征集十个人拉一个群 在十天里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 每天读九十页之后在群里打卡 读不完的以群发红包的形式交罚款 十几分钟这个群就满园了 他称之为是代资禁组 限额限时的快闪读书会 有人跟他说 你在同时组织一百个这种群 在规模上那就算创业了 他对自己的这个创业项目的描述是 目标紧凑 限于春节期间十天之内 速战速决 亲密群体所有群友都认识 鼓励和罚款都很容易 讨论密度高 群很小 人人都觉得有义务维持讨论氛围 讨论质量也高 群友大多是文学社科专业出身 大多从事媒体和影视行业 不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纠缠 群友们还逐渐拉进来了 专门从事俄语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 最后俄语文学专家 对第一遍阅读的读者的比例接近了一比一 这些分享者都是大段大段的进行 纯义务的系统讲解 从怎么记住那些长长的俄语人名说起 鼓励大家说 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名和译称 看上去难记 其实关系很简单 加起来还不到《红楼梦》里假家的一个门房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从译本到原文的比较 再到时代宗教背景和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细节 以及背后深邃的精神命题 分享者不断的发来大段大段的语音 以及专业水平的万字长文 内容跟着越讲越深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写法是近乎自虐的 而今天的读者大概也得有相当的自虐态度 才能把这本书给读完 完成全部打卡任务的群友 用近乎劫后余生的口吻说 我一个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互联网从业者 春节前脑子一抽 跟几位早早的放假平时也不做班的人 约定要10天读完这套书 搞得我为了跟进度 春节期间每天读书到凌晨4点 日常还有导师小课 但这丝毫谈不上小题大做 因为卡拉玛佐夫兄弟真的是辽阔 虽然还只是年初 但这绝对算得上是年度成就了 这个群在去年春节的运作相当圆满 最后的进度是12天 只有一名群友中途退出 成功到连中国日报的英文版都专门为这群年轻人组建的 10天功课卡拉玛佐夫大兄弟的读书群做了专题报道 我是在去年11之前加入的这个群 起因是刘敏他们计划在假期里读苏联作家 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马格蒂特 他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 这个时候他的群已经扩展到了25个人 这个群里此时已经有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专家 包括这本小说的中文译者白话雄 我对这本自以为熟悉的小说也跟着有了一番新认识 比如我读过好几个一本 其中有一个版本的义名叫《撒旦奇武》 白话雄解释那个名字为什么不适合 和这本苏联时期的禁书的第一个读者有关 这个读者就是让它成为禁书的背景 斯大林本人 斯大林欣赏布尔加科夫的文学和戏剧才华 要看他的小说手稿 而布尔加科夫知道 这本用鬼怪故事来直接抨击现实 骂遍了苏联文学高层的小说 在被看完之后就不可能出版了 但还是下决心就这么缘缝不动的送给斯大林本人去看 他的书名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 这两个俄文词都是字母M开头 大师代表才华 或者说代表文学艺术本身 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神似果格里 影射的是在苏联的大清洗里 被逮捕死在劳改营里的诗人曼德尔什塔姆 斯大林曾经亲口称曼德尔什塔姆为大师 玛格丽特则代表着优雅的贵族精神 布尔加科夫是在用这份手稿 告诉那个唯一的读者 文学艺术和优雅精神 就像写成的手稿是无法被毁掉了 所以这个书的中文一名才是不能改的 我想这也是从19世纪到上世纪上半叶的 俄语文学的共有景象 执政者直接和文学家打交道 参与他们的创作 又亲手决定他们的命运 按照群友俄科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 副博士尼旭扬提供的线索 这很可能和俄罗斯文化曾经长期盛行文学中心主义有关 文学中心主义就是把文学当作一张不会贬值的文化名片 借助本国高超的文学成就 在西方世界构建国家形象和内部的民族意识 文学界认为 俄罗斯近年来还有复兴文学中心主义的迹象 明徐扬说 中文版的托尔斯泰和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全集 其实都是不够全的 俄文的托尔斯泰全集 目前还在编100卷的版本 我们看到的中文全集 漏掉了俄文版的书信和作家日记 对本人的注视和体解也只进行了摘役 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对文学相对网开一面 所以文学评论文章都写的特别长 文学杂志其后无比 大家是通过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 来表达现实观点 今年春节期间 他们在群里就在聚众阅读战争与和平 因为这又是一个因为疫情要原地过年的节日 我还有一个猜测 这些年轻人都不太会做饭 也没有多少家务可做 或者干脆就是滞留在外地的出租屋里 那么索性就每天以150页的食宿连滚带爬的读书算了 这些书都是读完以后不可能后悔的 正好用来应对被疫情暗下的生活暂停键 按照刘敏他们的这个办法 在节日期间拉一个群聚众读书 是比聚众打娃将容易的 你完全可以参照执行 朋友圈里没有现成的俄罗斯文学专家也没关系 刘敏在他的公号熊阿姨里 已经把所有的读书进度 各部分的分享内容按照我们的标签分好了 我们前两天都提到过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 其中有一期叫快时代的阅读 在我们的印象里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事物和传统阅读应该是矛盾的 按片子里的话说 手机垄断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活 可是在这个案例里一点点组织和技术手段和凝重的古典文学是完全不违和的 比如说互联网技术还解决了我的一个简单需求 前些年我们买二手书可以去孔思思网 可是卖书该怎么办呢 我在老家可以屯书 我确定自己有相当一部分书是20多年里都没有打开过了 可是这在租房住的北京不现实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书都值得收藏 就算值得收藏也有一个自己适不适合的问题 我十年前干过一件造孽的事 我家有两套词源 装在箱子里有五六十斤 搬家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连同他们在内的许多词典和字典 都当废品给卖掉了 理由是打我记事起 这些词典我就没用过一次 我为什么还要冒着犯腰肩盘拖出的风险 扛着这只箱子下楼上楼 听到这件事的读书人 客气一点的连连拍大腿说可惜了 不客气的狠狠的瞪了我几眼 要不是现在防控管的盐搞不好还要朝地上脆一口醋吗 2018年我在杭州单向街书店的一次活动上 第一次知道了多抓鱼 这个名字起得就很好 来自于法语里的一个词 指的是这件事曾经经历过 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在哪的感觉 我当时见到了多抓鱼的创始人 是一位相当有活力的年轻姑娘 网名叫猫柱 单向街在多抓鱼的颁奖词里说 她的出现对于现在读书人来说 是技术带来的好消息之一 她摆脱了实体书店在物理空间上难以流转的先天问题 也避免了电商平台大外场式的嘈杂与无序 如今多抓鱼在线下开的门店 人人可以参与买卖的二手服装店 百货市集和街边店 可以代表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号召力的一种生活方式 用商业语言形容叫 C2B2C模式 我是被绕晕了 你能听懂什么意思就行 大意就是不生产消费对象 只是对消费对象进行二次流转 在组织和运营中间获取收益 比如你的一本书看完了 可以在多抓鱼上用三折的价格卖掉 他通过算法撮合到的买家 当然会付更高的价格 因为上门收货仓储 检查整理和送货的成本都是由平台承担的 这个点子和模式很简单 关键的要素在于怎么精准的处理大量的供需交易的变动数据 以及如何让人们接受这种循环消费的模式 反正在我的接受体验里 慢有慢的好 你要么主动慢下来 要么跟着时代的刹车一起慢下来 而且二手有二手的好 流转又流转的好 一本别人看过的书经过回收和整理 重新摆上货架之后传递到了我的手里 有的时候会比读一本新书更叫人感动 因为看过的书可以流转给其他的读者 我如今也不像过去那样随便的折叠书页 在天头地角涂抹难看的字了 我得考虑下一个人 对读完的书 我会把风炮和妖风找回来 在多抓鱼上扫码 再用账户里的余额下单买一批新的二手书 常常是回收和送书过来的快递员同事等门 我每次用多抓鱼的时候 都要想起那两套无辜的词源 觉得他们时运不济 没有等到一个配得上他们的持有者 拉一个读书群下单出让或者订购几本二手书 阅读和技术的和解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我们下个读完整的页 这是我们下读完整的功识 注完整的功识 我们下读完整的功识 就是我们下读完整的功识